《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们知道这个深眼操练 深眼成全 我们基本的点啊 最受限制的一个点 就是说我们现在操练 因为教会要走这个深眼的路 人人深眼 所以这个聚会啊 很难说一个人他讲整个聚会 很少这样的聚会 除非我们请罗迪欧来开特会 或者说我来这里开特会 或者是怎样 所以我们这个操练 都是集中在短时间的 你一个深眼五分钟时间 要把那个讲 操练都以这个为限度 因为惨呢 比较难操练 比较难操练 比较实际上 这一种的教会集会里 叫你开特会 目前好像还不够嘛 所以都是大家共同操练 一同来操练 所以我们像这一段期间 操练深眼 就是一般来 就是五分钟顶多了 三分钟 甚至有的一分钟那个不算 我们起码三分钟 也多一点五分钟 不超过 把这个操练好了 以后要把它放长 或者把它整片来做 就容易了 那么因为时间少 但是我们每一个点 你要把你负担讲出来 并且讲了以后 人家还能够领会 能够明白 能够接受你的传书 感觉 哇 神对我讲话了 神在这里供应了我了 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这个最重要的 就是点 就是第四点 第五点 那个是最难 把这两个操练好前面 应该不难 为什么不难呢 因为我们操练都是 这一周讲的 我们现在礼拜四讲的 我们只盼望在 这一周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在这里面的范围 做范围就可以了 我们不要求 把礼拜五 礼拜六也讲进去 所以既然你 成心的时候 已经清静神了 大概对于 每一天里面信息 大概内容讲什么 有什么得了喂养 得了供应 大概都有一些底子了 所以第一个点 应该是并不难 并不难 就是把你已过读的内容 大概能够知道什么 差不多浏览过一遍 大概差不多浏览过一遍 你就可以选 我用哪一个段落 哪来做这个神言的内容 那么也因为 对 只能有五分钟 你五分钟讲的 要叫人家明白 叫人家明白 所以 你如果哪一个大干讲五分钟 没有 你没有那个可能性 把这个大干讲的 很清楚叫人明白 还能够叫人家 很受感动 我看 我们 我没有这个本事 所以 你能够一个小缸 拿出来 或者小缸 一个点 拿出来 把那个那个讲 大家都懂 并且受感动 比方说 刚才我们罗弟兄 他的交通里 说摩尘 神儿子的形象 他就把这个摩尘 讲一讲 你原来 我看 弟兄姊妹 不一定都懂吗 摩尘以为说 摸来摸去 还是怎么 摩尘是摆在模型里面 再加一个例子 西瓜 变得翻形的西瓜 大家 我很清楚了 如果他只讲 三分钟五分钟 他就讲这一个 大家觉得 我得着一个东西啊 那一个集会里 有十位这样 凑起来 你讲第一个 我讲第二个 他讲第三个 那个深夜集会 大家 煮日薄饼以后 大家就觉得很好 再加上前面 有弟兄给我们鸟看 大家讲的 虽然也盼望 或者这个点啊 是在前面里 你先起来讲 你在后面里 厚一点讲 尽量不把事情 把它颠倒了 但是就是颠倒 也没有什么关系 主要是 要有灵感 要有负担 要讲得清楚 叫人家 因为你的讲 他懂得了 觉得有所得 那么有十个八个这样 我们主日就会就不错 这个行不行啊 应该不难做得到 对不对啊 所以就在这里啊 我再说 我们这个操练 目前 这一期啊 当然也快晚了 但是 这一期 只要你抓到这个点 应该是不难 应该不难 因为你读过了之后 有的 你很有感动 但是呢 你 你不大懂 不大懂 你也没有把握 你讲了以后 别人懂 那老师说 你还是把它放下 因为 你都不大懂 你只能说 这个中文啊 这个中文啊 很有灵 大家也知道 你到底怎么搞 他搞不清楚 他一定要 讲那个话 圣语的第一 你讲的话 人家听得清楚 是什么话 有的人讲得太快 也不行啊 那 讲得 耳朵听清楚了 到了心思里 心思听懂了 他才能够 有机会透到灵里面 透过这个心思到灵里 你如果心思 他透不过去了 他莫名其妙 他怎么受感动呢 好像有的时候 变得笑话了 历史上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在那念诗 念诗词啊 在那 哦 这个 念了 念了以后 这个邻居啊 有个老太太啊 她听她念以后 都哭了 都哭了 她说哎呀 这个老太太很有本事 我念这个词 怎么她会哭啊 会这么受感动啊 她说 她这个 她这个就去问老太太 你为什么我念你哭 她说我听你的声音 很像我儿子的声音 我儿子死掉了 所以我就悲伤了 这个是 这就是 歪打正常 但是歪打正常 碰巧的 偶尔可能这样 你不能用这个东西来操练吧 对不对啊 所以你一定要叫人家 懂得你的诗词懂 受你的感动 再感动再有反应 那就正确了 不然的话 歪打就歪着了 不行嘛 所以啊 这个 所以你如果 这个有明白 再有感动 你就可以接受了 做声言资料 然后啊 那个感动 还要加强 辩论 我不光感动 我叫大家 也受我同样感动 这个就是负担 那个有负担的人 就是 这东西太重要 你一定要看见 我所看见的 我所感动的 你也要得做感动 那个 负担 有明白 而没有负担 这个 示范出来 叫人家受感动 这个是不够的 像刚才啊 邱弟兄 我都是很拉扎来讲 邱弟兄 刚刚交通 他用这个 PowerPoint 用这个 平常用这个东西啊 是很好的一个凭借 叫人家很容易明白 对不对啊 他用几个字写了 甚至像什么图画啊 什么东西 人家就很容易明白 但是用的时候 你要小心 因为你是生眼 你还得要叫人家 觉得你那个里面的负担 给人摸走 所以我这个 我这个 就举个例子 比方说 我们昨天晚上 那个 许雄健弟兄在这里讲 神的启示 教会历史 神的启示 现在 终极的恢复 怎样等等 他用这个PowerPoint 这个投影啊 做得很好 但是他讲的时候 他都很有负担 他并不是讲得很快 讲了以后 他就有负担 讲的时候 他是用感人的 用感人的那个态度 并且有的这个 叫人再跟着我再讲一遍 所以他是 这个PowerPoint 是他的使用 用这个工具啊 来把他的神 给他的负担 打到人的里面 我们用这一个 要记得 不然要 光是教师啊 在那里教课一样 那个东西就不够了 这个用的时候 你要注意 假如用了做生眼 你有讲究的 如果用了教导 关系教会 要明白 那倒没有什么关系 讲得点一点 大家稍微念一下 那就可以了 如果你用这个生眼 你要一定 生眼一定要有灵感 有负担 因为生眼你基本上 你做神 你代言人 神绝对不会 无敌放尺了 没有目标 随便乱射箭 不会 这个 好像 无病身影 那个 这个都是不对 神不会这样 他讲话 对你讲话 他一定有个用意 那个就是他的负担 要叫人家得走这一个 所以基本的一点 一定要 我们如果来 神眼就为神说话 我不是讲我的话 所以 有些发言人 政府里面的发言人 或者是大使 到那里 某一个地方去办交涉 交涉什么事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要做元首的人 很不满意 对方的国家 某一些事 什么 他去生眼的时候 他去办交涉的时候 他不能把他老板 什么意思 告诉他 不行 他怎么说那些话 你说的时候 你也要带着不满意的情 也要扮交涉那个味道 也要征服大对方的味道 那个才是好的发言人 他就不会管什么念念 你听也好 不听也无所谓 那你的话再怎么重 经过他就没有分量了嘛 所以好的发言人 都不能够 光把元首的意识 随便这么念念搞着 那不可以这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操练 也是这样 那么 弟兄姊妹 你最要紧就是 第一 你找了要点 刚刚弟兄姊妹讲 丘弟兄提的 或者是罗弟兄 他也给我们一些点出来了 你总是先操练 我这一个东西啊 到底有什么 我举例都是找那个最小的点 你把一个最小的点 能够讲出来就是很好 比方说 这位基督 是 他是大祭司 他是 成为怜悯 诸心的大祭司 你能够把这个 他是个怜悯的大祭司 把这个怜悯 这个点 你有相当的认识 相当的有感觉 你光把这个词 三分钟五分钟讲得清楚 很强 这个就行了 你说忍悯 你说忍悯 他这里说 因为他是人 在忍的这一面 忍的一面 为什么会怜悯呢 因为神跟忍他不懂嘛 如果光是这个做神 他不懂的人的情形是怎样 就因为他是神又是人 他是人经过人生的困苦 这个就像以前那个历史故事 有一个地方 那个大灾 老百姓没有放吃很苦啊 就报告了缓帝 所以老百姓肯饿死了 都没有放吃了什么 他没有放吃 为什么不吃肉嘛 可不是肉迷 大家都知道 他就不知人间几苦啊 他怎么怜悯呢 他要经过那个过程 他就知道 没有放吃 好苦好可怜 他才能够同情他了 这个缓帝从来天天都 吃肉吃鱼吃太多了 这个到后来 他都不爱吃饭了 所以没有放吃也无所谓嘛 主耶稣他经过人生的疾苦 人生各样的人都受试他 这个给人家反对 误会曲解 有人都是忽略他 他曾经说 你把圣殿把它拆了 他三天能够把它盖起来 这个就是说 他亵渎神了 就是误解了 很多的话 人生里啊 都 他跟着他的义父 这个月神做木匠 后来他自己做木匠 父亲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很早过世了 承担这个 一个家里 弟弟妹妹 这个 妹妹不知道几个 但是 是多数的妹妹们 所以至少五六位兄弟姐妹啊 弟弟妹妹啊 让他要承担这个家计 这个 这个木匠 不是很大的 头豹的一个职业嘛 所以 他家一定是相当的 很不容易 能够过的生活 所以各方面啊 都给我们看见 主 他 都是有一种的 能够在这里啊 有感觉 他对人家生病 对人家疾苦 给人欺负 或者是什么 他能够 身同感受了 是这样的 所以你能够把这个说 所以 然后你就摸感觉了 就摸感觉 弟兄姊妹 我们如果感觉生病很苦 生病很苦 或者是 我们很穷很苦 或者给人误会很苦 或者受人的辱骂很苦 或者失去工作很苦 你 当你投靠主的时候 主会不会觉得 这个无所谓啊 是怎么样 他能够 他能够怜悯你 不管是有爱 他怜悯 怜悯就是人 带着难处到主面前 他 有相同的感受 我们 这个 最好啊 你如果去看 安慰一个别人 有的时候都很会讲道理 你可以 你为什么 走了 这个 好像自己要绑起来 你想看一点就是了 你从来没有经过压力过 你讲的 人家跟你讲得很轻松 所以有全世界的弟兄姊妹 有的特别姊妹 有的特别姊妹 如果你是一个单身的 你去看 所以你在这里 你要有一个结婚的 有孩子的苦 你去安慰他 你不如 我会讲的那个 那个关键点 叫他觉得 你真是了解他的痛苦 但是主 他实在是怜悯 那么忠信就是 因为他是神 忠信的意思 他是非常的信实 他讲的就算 他讲的一定兑现 他讲的一定能做到 这个能做到 有很多人 他也是很信实 很诚实 愿意帮助人 但是他可能 你下礼拜来 我就 我就 有一些款项 我能够帮助你 五万台币 他也就答应你的 解决你难处 但是 在一个礼拜里 他突然 哪一个 什么金融风暴 还是什么 他公司关门了 他 他不想骗你 但事实上 他做不到了 他这个 应许也没有办法做到 他是信实 他是神 神从来 不会欺骗我们 应许 不一定做到 但毕竟有能力 能够做得到 你考虑信实 把这个 说得清楚 人家就了解 我们在投靠主的时候 该怎么样的容易 所以像这样点 那么 特别就说到 像今天早晨的晨星里面 它有几个点呢 可以说九点 这个每一段 都是他一个资格 都是他的根据 叫他能够成为 慈悲中心的大祭司 每一段 你随便哪一段 两段 把它解释清楚 你能够了解 那个都是 非常的得益处了 就是我们 所以 现在的这种的 深眼的成全 我们操练的 第一 找出一个点 两个点 一个点 你要明白 深处地体会它 了解这个 并且能够求主给你发表 也给你有一些例子 给你一个见证 或者是比喻 能够把它解释 能够这样讲五分钟 讲一个 那就都很成功 能达到这个 那我们这些去深眼 那是了不起的成就 所以啊 最后一周 还是哪一周展览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 怎么能够 能够有这个一组 两组啊 来这个深眼 看看我们这个 是不是我们上了路了 好不好 Amen